第四章,pointing vector,pointing定理,pointing theorem,跟这个电池的功率 这是它的内容,我们就直接看它的里头的内容就好了 首先我们介绍pointing theorem,pointing定理 我们把这个是法拉第定理跟安培mexor equations 带到这个横等式里头去 带到这个横等式里头来 就是diverging equals h 等于 h.curl e 减到 e.curl j 那curl e 带进来,这一项就变成 h.这个 这个带进来,它就变成 e.j 再加上,再减到 e.后面这一项 所以带进来以后,这个带进来,这个带进来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一项写成-mu 这个上面有个点,这个点就是等于 partial h over partial t 这个dot就是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ok?好,那么它就等于 h. dot 一个 h dot e dot, e dot j,然后 exponential of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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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ot, e dot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以这个式子为分一次的话,就变成 2h h,乘上partial h over partial t 二跟二分之一越掉,h,乘上h, partial h over partial t 就是这个dot, e也是一样,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项带到这个里头来 于是我们就得divergent equals h 等于这一项,这个带进来 这个带到这里,剪掉它 然后再剪掉这一项 ok? 好,我们现在 把这两边 把这两边 我们都乘上ditor 做一个体积分 两边都做一个体积分 ok? 好,这边的体积分就是 这个东西 这两个规定在一起 然后这个体积分呢 根据这个divergent theorem 它可以写成 e cross h的封闭面的积分 它可以等于这个 然后我们就令这个 e cross h 用s向量来代表 那这个s向量呢 就是代表e cross h 它的单位是 它的单位是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这s vector 我们称它叫做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向量 好,我们看它的单位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 瓷能密度 电能密度 瓷能密度 电能密度 称上体积就是 瓷能 加上电能 然后 partial 就是能量 能量 partial能量 over partial t 就是power 就是power ok 因此 我们就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功率 功率 这个也是功率 也是功率 如果这一项是功率 那么s就是什么 功率密度 就是单位面积 有多少功率 单位面积 有多少个瓦特的功率 ok 所以s 这个pointing vector 它的单位是瓦特 per meter square 它又叫做 电磁波的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这个是 电能 瓷能密度 电能密度 那这一项呢 是胶尔热 的密度 就是它 有了这一项就是 它有导体 它吸收电磁波的能量 它温度会升高 ok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pointing 相量的物理意义 我们看这一项 这一项是任何时刻 穿入封闭面 s的功率通量 那这一项呢 是任何时刻 体积套内 电磁能的 这个密度 称它这个就是能 电能磁能 它的增加率 增加率 然后 这是电能的 这个是 电能 没有partial的话 电能 这个是磁能 好 这个 这一项是任何时刻 套内 消耗或者生长的 欧姆功率 欧姆功率就是 产生热量 好 左边是这个 左边这个是什么 穿入 任何时刻 穿入封闭面 s的功率 记得这个是在体积内的 这也是体积内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 假定这是一个体积 我们电磁波 传过来了 这是 穿进去的 结果穿出来的比较少 就是说 密度比较小 功率密度 进去的多 出来的少 那就怎么样 那有一部分就留在里头 它不会无缘无故 变少 留在里头的 电磁能 做什么用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 出来的 减到里头去的 所以它是符号 那就是等于 钻进去的功率密度的总数 钻进去的 那就等于这个体积套里头的 电磁能的增加率 就它的电磁能要增加 还有 它里头 会有胶耳热 胶耳功率的产生 那就这个就 其实就是什么 能量 手痕 能量手痕 你外头的能量变少了 那里头能量就增加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我们有一段圆柱导体 长是L 半性是B 它的电传导系数是Sigma 里头有均匀的电流分布 这个电流的方向 假定是Z方向 现在我们要求 穿入导体表面S的 总功率同样是多少 就是pointing vector 它这个表面 你看 有上底 有下底 还有弯曲面 穿过这个面的 总功率是多少 好 将A的结果 经由这个 计算的结果 做个比较 首先我们就看 你要求这个量 要先求S嘛 对不对 S是什么东西 S是E cross edge 只要记住 E cross edge 就是pointing项鸟 我们首先介绍电场 因为这里头有电流 所以这里头 会有current density 有current density 它就会有电场 根据欧姆定律 电场是等于current density 被sigma来除 然后这个current density 是什么呢 就等于电流 被这个界面积来除 电流I 被πB平方来除 电流密度是个向量 它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就是z的方向 我们把这个化简 它就变成这个 az I over sigma pi B平方 这是电场 这个里头的电场 这个里头的电场 我们现在算这个 因为这都有电流 所以里头会有磁场 表面也会有磁场 这个地方就表示说 我们首先看这个 就表示说这个电场是个场所 里头的电场 里头的电场跟表面电场是一样的 我们用安培定律来求 它的h场 因为它电流均匀的 均匀的可视为 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可以用安培定律 这个我们算过很多次了 所以在这里头呢 我就不仔细算 比如说我们现在算这个 这里头的距离走r远处的h场 你在这里头做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h 到的叠 就是h乘二拍r 然后这个电流密度 乘上这个πr平方 就是这个东西 电流密度 i over这个 乘上πr平方 这个是曲面上的 当这个r等于b的时候 这个值就变成这个 这是h场 距离走r远的地方 这个是h场 在倒地表面上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s了 s是等于e cross edge e cross edge 我们看这个 上下底 是上下底 里头的电场都是常数 上下底 它就是表面里头 曲面里面 所以它要用这个 任何r圆的地方 它的h场是这个 所以上下底的地方 它的功率密度 是等于这两个乘起来 az cross a phi az cross a phi z cross phi 就是朝 -r的方向 这是z的 这是phi的方向 一cross变成 这就是pointing vector的方向 上-ar的方向 你把这两个乘起来 就是这个值 曲面的功率 这个是里头的 里头的 里头r远的地方 r远的地方 曲面就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值 还是用这个 那这个呢 我们就用表面的 表面的值 这个cross 还是负a r的方向 然后这个值呢 就变成这样子 i平方 上底下底曲面的 面积基数 我们取上面的基数 你取da 下底呢 d a 朝下 弯曲面 d a 是圆半径的方向 圆半径的方向 好 所以这个总功率 就负的s dot d a 封闭面积分 上底积分 加下底积分 再加上曲面的积分 好 你看 上底 的s 跟这个 上底下底 这个是朝 正之一方向 朝负之一方向 而这个是什么方向 r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垂直 这两个方向始终垂直 所以就是零了 好 那么这个呢 曲面 曲面 我们刚刚算出来 s是等于这个 a是这个 所以ar dot r是e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 负的 负一 负负的正 2π 2 y 2sigma π平方 b平方 i平方 da的平方 da的平方 就是曲面的平方 我们曲面是 曲L长的一段 所以它就是 2πb 乘L 好 这个乘出来的结果 你看 2π跟2π约掉 b约到一个 那这个就可以 这个式子可以 划成这样子 有个L π约到一个 b约到一个 πb平方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一段 导体的 电阻 因为这个电阻 你看跟长度成正比 跟阶面级成反比 与这个 长寿有关 所以它 最后 钻进去的结果 是等于i平方R 这是左边算出来的 那我们从右边 来算算看 右边呢 我们知道 它那个 它有电磁能 的增加率 还有最后一项是这个东西 那电磁能呢 你传进去 电磁能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那只有这个东西 存在 这个东西存在 那这个 J是这个 电磁被 界面积来处 E是这个 整个里头的 E 就是长寿 Dot变成E 那这个就变成 Sigma pi平方 B平方 分成I平方 然后 D套 这个呢 它就变成 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体积的 这一段道理的体积 也是等于这个 你看 这一项 是左边 右边 也是这一项 可见 在右边里头 电能跟磁能 没有增加率 它里面呢 它不会储藏 电能跟 磁能 OK 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电磁功率是从 圆柱导体的曲面 输入导体 它是从这个曲面 输入导体 输入的电磁功率 就是圆柱导体 消耗的交耳功率 OK 那么 假如说里头 它是个界电磁的话 那就没有这一项 界电磁的话 那电磁波 穿进去 从一端 穿进去 就另外一端 出来 OK 那就是说这个 就是电磁功率 应该是说 传到这个 体系里头的电功 电磁功率 电磁能的功率 就等于传出来的 传出来的 好 我们再看 一个例题 内外导体半径 分别为AGB的同轴电缆线 这个 内外导体 内导体就是这个 半径是A 外导体半径是B 它当中用一个绝缘体 来绝缘 这个绝缘体呢 它的 Ipsil 它的字 Permittivity 是Ipsil 当我们这两端 里头跟外头 加上电压 加上电压的时候 这里如果是一个 电阻 加电压 它就有电流 有电流 假设电缆线 本身的电阻 电缆线本身 我们假定它是 理想导体 理想导体 就流进这个 电缆线的功率 是什么 刚刚我们上一题 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电功率 它输入电功率 不是从下底进去 传到里面去 它是从曲面传进去的 从曲面传进去的 那这个呢 好 我们说 假如 电缆线的导体 是理想导体 那么Sigma approaches infinity 那 电厂就是零了 那么它的 pointing vector 因为 导体里面的 1等于零 所以这个一定是零 也就是导体中 没有功率密度 导体里面 没有功率密度 那功率密度 仅存于 哪里呢 导体本身都没有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存在这里 存在内外导体间的 界电子里面 假设 在内外导体间 我们设定电流的方向 是Z方向 有安培定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得这个 这个是 内外导体之间 这个你取一个 半径为R的一个 Closed path 在内外导体之间 左边就是2πR 右边就是 通过 你这个路径的 面的电流 就是内导体的 电流 OK 好 假设电流方向 是Z 那H的方向 就是Fi 就是这个字 好 假设 内外导体 单位长度 所载的电 赫时 这么多功能 因为它通了 电压 内导体 可能是这个 外导体可能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就apply 因为它是界电子 我们apply 界电子里面的 高斯定律 也是要你做一个 这就等于 因为 你这个 电流 使用线电和密度 你就可以把它 当做一条 细导线上面 的电流密度 那么 距离这个导线 R圆的地方 它的电场 电位移就是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 做一个 封闭面 半井尾 这里都有 这个封闭面 当然 这是原柱面 原柱面 然后 D.DA D.DA 那这个是等于 D 乘上 R PiR 乘上L 那这个就是 Lamina乘L 这个一跃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这个我们 电磁学都教过了 我们直接可以用它 然后 这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电场就等于 D over Epsilon 那就等于这个 只被Epsilon来除 那这是 在A跟B当中的 就是两个 原柱导体当中的 这个 界电值的地方 它的电场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算这个 它这个是原半井向外 我们算它的电压 从半井A的地方 到半井B的地方 那这个 这个跟D.R 我们取得同方向 它就变成 这一道就变成存量 那2PiEpsilon 分子Lamina拿出来 里头就是 D.R over R 这个 积分就等于 Logger B over A 这个 B over A 然后这个 你看我们这里的电厂 是用Lamina来表示 但是它没有给我们Lamina 它是给我们什么 电位差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 把Lamina求出来 Lamina用V来表示 然后再带进去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就是 内导体外导体之间 它的电厂 是原着半井向外的方向 大小是V over R Natural Logger B over A 就是你把这个 Lamina等于这个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电厂是等于这个 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S等于E cross H 这个一定要记住 里头任何一点的 电厂是这个 任何一点的H厂 我们算出来是这个 那AR Cross Phi就是AZ AZ的方向 然后这个 合并以后 就变成这个 所以功率密度 是等于这个 功率密度 二导体间 的介质区 我们取一个 面积基数 就是两个夹层 就是两个道体夹层里面 我们先取一个2Pi2路径 2Pi2就乘一个DR 那这个就是一个圆柱面 圆柱面 这输入电缆线的功率 它是S.DA 它是S.DA S.DA 这个面 2Pi2 这算是D2 这个两个介质区的 这个面积基数 跟这个DOT 起来 它就变成Vi I over这个 那这个 约到一个R 就变成D2 over I 那这个 积分出来就是Log B over A 约到以后就变成Vi 所以这个功率 就是等于电压 成长 电流 电压 成电流 OK 这个功率 是欧姆 耗损 功率 有以上两个例子 这个功率 就是欧姆的耗损功率 Vi就是欧姆定律的Vi 我们前面两个结果知道 导体是理想导体的时候 功率密度 全集中于导体外的 界电子区 导体外的界电子区 如果导体是非理想导体的时候 导体内会有电厂 如果这个导体 你这个电线 不是理想导体的话 那这个导体里头 是会有 会有朝Z方向的 圆着导体方向的 这个电厂 这个时候电厂是圆着Z的方向 H厂是phi的方向 你看Z cross 5 就是功率是从外界 经过导体表面 流进导体内部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导体 你两个导体都是理想导体 那功率密度只有在这个 当中的绝缘体里面 传播 你一旦这个导体不是一个纯导体 不是理想导体 那么这个理想导体 这个时候 理想导体会消耗功率 会消耗功率 因为它有电阻 那这个时候的功率 是从导体的表面 圆着导体的方向流进去的 圆着半导体的方向流进去的 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 波音听向量的平均值 S的瞬间值 就是E的瞬间值 Cross H的瞬间值 那它跟Omega有关 Omega的频率 就跟频率有关 频率都是几百个Megahertz 那它这个时间 瞬间 它的值都是指的瞬间值 它的T就是指瞬间值 瞬间值对我们意义不大 我们哪里会感觉出 那么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什么呢 去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因为它这个 不管是电场还是H场 它都是Time Harmonic Form 都是周期性的 所以我们去一个周期的平均 所以这个 S就是功率密度 去平均值 那这个里头呢 就代表坐标 如果是迪卡坐标 就是XYZ 如果是圆柱坐标 就是Row 5Z 等等 我们又一个 通用的一个方式来表示 因为这个本来是瞬间值 这个是瞬间值 那我们就取平均值就怎么样了 瞬间值乘上DT 就是在这么短时间里头 它的功率 这是功率密度 那么时间就是从0到一个周期 加起来 然后被一个周期的时间来除 用这个方式表示平均值 但是因为我们的H跟M跟E 都有Omega T这个量 所以你DT积分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改成D Omega T的积分 你说D Omega T 就是我们本来是DT 我乘一个Omega 外头除一个Omega 那这个Omega T Omega T乘大T就等于2π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比较适用 比较适用 我们就用这个来算 平均值好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例题 在没有耗损的介质里面 电磁波的平均功率 我们算算看是多少 没有耗损介质里面 电磁波朝正方向传播的 我们知道它是等于这个 加低是X偏正 那它的正幅是10 那cosOmega T减βZ 这是电磁场 H偏正呢 它就是Y偏正 它就是朝Y方向震荡 它的正幅就是10 被Δ 这个就是界电子里面的固有阻抗 固有阻抗 它是in-phase 功率密度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ross一下 1cross这个 那这个就是 10就变成10 10plus平方了 ETA 然后两cos乘cos 就是cos平方这个 现在等于我们要 用Omega T来积分 你这个平方字不好积 我们都把它改成背角 cos平方的这个角 我们的2分之1加cos的背角 好 现在我们把它来积分 把这个值 这个值 乘D Omega T被2π来处 Az是个常数 方向固定的 我们拿出来 好 我们知道cos的背角 跟sine的背角 对Omega T来积分 这一定是0 那只有1乘上这个 只有前面这一项存在 前面这一项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常数拿出来 好 那D Omega T的积分 就是2π 2π跟2π约掉 就是这个值 这个就是平均功率密度 平均的功率密度 这是无耗损戒指里面的 在耗损戒指里的 平均功率密度 耗损戒指跟无耗损戒指 就差在这里 我们说过 这里有一个衰减因子 对不对 算减因子 因为它有耗损 它一定是一个conductor 所以它的固有足看 有大小 有相位 我们把这个相位拿到这里来 也就是说 在导体里头 在导体里头 电厂跟h厂不同项 电厂超前h厂一个 θ,θ,θ 这个都要会写 我们学过前面的这个 这个你闭得眼睛都要会写 然后把这个字 带到pointing vector里头去 这个cross这个 a cross y就是az的方向 然后是1平方 10 plus平方 然后这a to c还在 这两个乘起来 就exponential负2α z 然后这个 脚称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你要求它的平均值 你用这个来求很难求 我们用核化机 把这一项 变成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个脚减这个脚 再加上cos 这个脚加这个脚 那就是变成这样的值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积分 这是两倍角 积分一定是零 那只有这个 那其他的项 跟这个omega t都没有关系 所以可以提出来 全部提出来 连这个一起提出来 然后domega t积分就是2π 2π跟2π约掉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看 在有耗损阶值里面 跟前面这个 无耗损阶值的差 就是一方面 它会有一个 这个橡角 cosine的这个橡角 还有一个就是衰减因子 衰减因子 就是这个橡角